明宗時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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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師之稱 很多種出名的明刀 例如青龍演藥刀 江湖人士用柳葉刀 王五用大刀 究竟這幾種刀是怎樣看法呢 和怎樣鑄造法呢 不如我們來看看我們先演好的影片 趙先生 有人說關刀就是刀的始祖 為何這麼說 因為關雲牆深入人心 所以每個都將它當作始祖 講到刀究竟有哪幾種類 刀的種類很多 有些是戰陣用的刀 譬如關雲牆用的青龍燕熱刀 歐蓮刀、大刀 這些都是戰陣用的刀 有一種是腰刀、馬刀 這些是馬上或是步戰用的刀 江湖人士用的刀是怎樣 江湖人士用的一般好像這一把 這些叫做柳葉刀 這些就是江湖人士或是標絲 或是一般公差 都是用這一類型的刀 叫做柳葉刀 因為它的形狀像柳葉 沒錯,它像柳葉 梳髮像一撇一樣 對 很漂亮,形狀真可憐 另外呢 我看一看這一把 這把就是八卦刀 它是八卦門的人 即是練八卦掌、八卦的人 專門練習 是否配合八卦步法 沒錯 八卦刀相當大把 掀手拿得很厲害 對 這是主要練功 另外呢 這一把 這把叫做龍泉刀 這把龍泉刀是龍泉製造的 也是柳葉刀的形狀 也是柳葉刀的形狀 因為這個已經是中國刀 明清以來通行的飾養 也是這樣 真的彈性很強 對 外形和柳葉刀差不多 最大的分別就是彈性光源 沒錯 因為它是龍泉製造的 所以因為它鋼質比較漂亮 所以叫龍泉刀 龍泉鑄劍是漂亮的 鑄刀也漂亮 沒錯 因為它的水質和師傅的技術 所以它打的刀是特別漂亮 在對敵的時候 一把刀和一把劍 之所以不同的地方在哪裏 劍因為是三尖兩人 刀只有一個人 一個背 叫做刀鋒 對 就是這裏 就是比較少的面積來 劍主要是刺 挑 而刀主要是砍 有些人說 學兵器就要從學單刀開始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單刀有個背 可以 初學 如果初初學劍的話 就很容易傷自己 如果玩刀 就沒有那麼容易傷自己 所以每個人都一開始 多數合刀 而且還有說 百日刀 學一百日幾乎已經可以了 是不是刀比較簡單很多 都學了 你如果以普通的要求來計 一百日都可以用刀 都不會的 這是講 國人的草蜜問題 是嗎 或者我們又講回 剛才講的農泉刀 農泉鑄刀的工序 還有鑄劍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據我所知 農泉鑄刀究竟是怎樣的 我就不清楚 但是我所知道鑄刀的方法 跟鑄劍有些不同 其中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鑄刀的話 要有四塊原料 所謂胎 刀就要四塊 劍就要三塊 這個已經不同了 為什麼呢 一個是做隻 一個是夾兩邊 一個是蜂 要由四個鋼坯 即是鋼的胎所造成 劍就是三種 同時如果是鑄水的時候 有些不同 刀呢 水槽 都是長的 長型的 劍就是直落 經常聽聞 古刀古劍 都是千多二千年前的古物 近幾百年來 不記得出名的刀劍 根據我個人所知 中國的鑄刀和鑄劍術 大概在南宋 的時候已經開始慢慢失傳 到元朝 因為統治中國 蒙古人統治我們漢人 八九十年之間 收繳了天下的兵器 同時 鑄劍師 鑄刀師 這些 在當時有很多 已經有些流亡的日本 有些走去緬甸 東南亞一帶 反為自己本國就沒有了 一路到明朝清朝 刀都是很頑皮的 我問說明代之後 日本人製的鑄刀 就比中國刀更加鋒利 那是否 那是事實 它鑄刀大概在中國 宋朝的時候 已經漸漸它的工藝 已經是勝於中國 但是鑄刀來計 我們現在叫日本刀 實際上 它的始祖都是我們中國 傳過去的時候 大概相當於 我們中國的漢代 和三國的時候 一人考證之後 就發覺 日本的武士刀 和中國的馬刀很相似 是否在那時候傳過去呢 這個和我們在一些圖片 在一些考古文物的圖片裏面 可以看到 漢代的刀 和日本古代的刀 是一模一樣的 這種刀 是窄人 闊背 就是很窄的 窄人 窄 和日本古代發掘出來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說回鑄刀劍的師傅 中國的鑄刀劍師傅 似乎越來越少 而日本在鑄刀劍的技術方面 越來越發揚光大 為什麼呢 日本因為他們很尊崇刀劍 他把刀劍當成神靈 而且是一個好的鑄劍師 國家指明這個是活的文化財 是一種活的國保 而我們中國一向 對於這些藝人 工匠 不是怎麼看得起 或者有些 自己又失存了 總之 我們中國和日本相比起來 就因為我們中國沒有實行過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或者個個都要背刀、背劍 而我們中國不是 例如外族統治我們中國的時候 例如蒙古人、滿清 都是禁止我們漢人用刀用劍 我相信這些影響很大 現在我們出土文物裡面 經常都見青銅器、青銅劍、青銅刀 但是很少見鋼製的刀劍 又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古代的鋼刀、鋼劍 假如是埋藏在地下的話 已經撫爛了 銅又不同了 而且可以保存到現在 因為中國古代青銅劍的技術 在世界上是首位一致的 而且它有一種是 現代講起上來有一種電導的技術 現在講電導 就是刀劍的外邊 有一層化學物質在那裡 是否青銅器沒有鋼製的刀劍那麼鋒利 都不是的 青銅劍一樣是很鋒利的 跟鋼製一樣很鋒利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都不用青銅器來製刀劍 後製而改用鋼製呢 因為這樣 因為兵器初期是短一點的 越來越長 長是著數一點的 但銅器長是容易截斷的 所以後來我們踏入鐵器時代的時候 慢慢就是用鋼來打刀打劍 刀劍越來越長 但那些是反而鋼製的風化了 而青銅法又可以潛流 對 青銅法又可以保留了 對於刀劍有一個很固執的了解 因為其實一連三天都很感謝趙先生 我們兵器方面解釋得很清楚 很感謝女尊 多謝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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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